西方世学是历史学的新领域新方法 从20世纪欧美新世学发展的状况来看 流派伶俐令人目不暇解 这里主要指的是通过借鉴和应用性的方法 开辟历史学的新领域 它既指某种研究的领域的开拓 也是某一种研究方法的个性与应用 用比较实的方法研究历史之骨 幼稚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世学之父 希罗多德 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实学新于20世纪初 1928年法国史学家马克·布洛赫 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被学界视为比较实学的丰富 他所提出的假设经验的比较方法 是实学方法进一步 二战后在全球一体化和实学的估计化进程中 毫无比较好 感谢观看